大家好,我是赵老师,大家来看一下 咱今天给大家举的范例买去性和不这几个字样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最后一个笔画都是点 当汉字的右下方出现点画的时候 大家一亮记住,这个点是绝对不能写成短点的 这个点画可以说,于整个字来说 它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是起到一个平衡重心的作用 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从买字开始看 你看买字它上部横钩是左低又高的,是吧 然后横也是左低又高,撇画也是左不低又不高 那你看,只有一个点画是往右下压的 其他笔画都是往右上扬的,是不是 那这个点你就必须得压低一些来保持整个字的重心平稳 所以点是绝对不能写短的 写短的话整个字就左低又高往上翘上去了 所以点画应该是整个字的最低点 应该是整个字的最低点 一定要比左边撇要低一些,明白吧 去字也是大家看一下 你看横往上扬,横往上扬,撇折也往上扬 只有这一个点,你看这个点能写成短点吗 写成短点它就撬上去了,你知道吧 它是重心不稳的 有同学说,老师我和这个撇折底端对齐 对齐度不行,必须得再低一些 因为你横是上扬,它必然得有一个下落 明白吧,所以点是一个长点要往下压 是整个字最低点 包括性子你看,头部你看 这里收紧,然后你看这个横往上扬 撇也是左低又高 所以这个点画,唯一一个点画往下压 那你这个点就得一拉长,是长点 要不然你写成短点的话 整个也是左低又高,又撬上去了 是吧,所以应该是撇高点低的 点是最低点 包括你看这个步子 它有一点特殊,这个步子最低点是竖 是不是啊 但是这个点也是不能用短点的 因为大家看一下,步子 它其实是一个左右对称的字 这个横你看是左右对称的 是吧,竖是居中的 那左部这个皮儿写到这儿 你看你这个点写成短点的话 会显得左部重右部轻 而且右边你看它就会显得怎么样 显得左右两边不平衡 所以咱这个点写成长点和这个皮画 基本是左右对称的关系 看见没有,是长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几个字的正确写法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买字,大家看看 按横高,往右下按压 然后往回出钩 你看,这个横高我们不要写太宽 然后点点 好,再来一个行 好,然后你看撇画往这走 好,然后点画下压 注意这个点 要压低一些,你看 是撇高点滴的 撇高点滴 然后你看去字 短横 然后竖 再来一个横 这个横你看稍微宽一些 然后撇折 你看往上 扇上去 那点画就得下压 这个点要压低 你看 稍微低一些 你看比这个撇折要稍微低一些 然后你看线字也是一样的 你看点 点 然后你看撇画往中间距 再来一个横 你看左边低又边高 那底端一定是撇高点滴的 点画要下压 你看撇高点滴 这个点是起到平衡重心的作用 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看横 这个横它不必要写太宽 然后你看撇画往这走 在横的范围下 然后你看竖画垂直往下 然后撇和点 你看这个点往下一点 你看 这个长点往下一点 你看与撇基本上是对称的一个关系 这是步子书写 好 那你看咱这期视频 关于右部这个点画的作用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你学会了吗 好 好 对